藏在身上的养肝血养胃血 晨起睡前暗暗 肝好胃好身体好 想象一下一个平凡的早晨 你醒来感觉身体无比轻松 精力充沛 整个人焕发着活力 这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是通过简单的方法 每个人都能实现的现实 在中医的博大精神中 藏着一种古老而有效的智慧 通过刺激身上特定的穴位 来调理身体增强健康 特别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 掌握这些方法 不仅能够改善我们的甘胃功能 还能为我们的整体健康 带来显著的好处 现代生活节奏加快 饮食不规律 生活压力大 导致许多人出现了甘胃不适的问题 肝脏作为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 胃则是消化吸收的重要器官 他们的健康直接关系到 我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状态 那么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 快速有效的调理甘胃呢 解锁身体的自愈力量 揭秘养肝血 在中医的博大精神中 经络穴位是调节身体机能 促进健康的宝贵财富 特别是对于肝脏 这一生命之源的养护 存在着一个被称为 养肝血的神奇穴位 他的正式名称是太充血 位于足大拇指与第二指交界处的凹陷地带 大约是质朴边缘向后约两厘米的位置 为何要养肝 肝脏在人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不仅负责解毒 分泌胆汁帮助消化 还关系到血液的储存与调节 以及情绪的稳定 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和情绪压力都会对肝脏造成负担 导致干预气质 这不仅仅影响肝脏自身的功能 还可能影响整个身体的健康状况 养肝血的奥秘 太充血作为一个重要的养肝血 通过按摩这个血位 可以有效调节肝气 疏解肝育 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肝脏的解毒能力 进而提升身体健康 定期按摩养肝血 可以帮助缓解疲劳 减轻压力 提高睡眠质量 对于长期使用电脑和手机的现代人来说 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自我养生方法 如何正确按摩养肝血 找准位置 首先确定太充血的准确位置 在足大拇指与第二指的交界处向后约两厘米 适度力度 用拇指按压太充血 力度已感到酸胀为宜 避免过度用力造成不适 持续按摩 每次按摩二到三分钟 每日早晨起床和睡前各进行一次 坚持不懈是关键 结合呼吸 按摩是深呼吸 有助于放松身心 增强按摩效果 实操建议 生活中的小贴士 除了按摩养肝血 合理的饮食习惯和规律的生活作息 也是养肝的重要环节 少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多吃绿叶蔬菜和富含抗氧化物的水果 保持愉悦的心情 都有利于肝脏健康 定期检查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定期进行肝功能检查也是必要的 及时发现并处理肝脏问题 防患于胃燃 唤醒你的胃 揭秘养胃神血 在繁忙的生活节奏中 饮食不规律成为了许多人的常态 导致胃部疾病频发 然而中医学中藏有宝贵的自然疗法 穴胃按摩 可以有效地缓解胃部不适 促进消化健康 今天我们重点探索 如何通过简单的穴胃按摩 改善胃的健康状况 一 中医视角下的胃健康 中医理论认为 胃是五脏六腑的重要组成部分 负责五骨为养的转化与吸收 胃气的强弱 直接影响到人的精气神和身体健康 因此 保持胃气顺畅 是维护健康的关键 二 养胃神学 足三理 足三理 位于人体膝盖下方四横指处 外膝眼旁边 这个穴位是中医中著名的养胃学 长期按摩不仅可以增强胃部功能 还有助于提升整体的消化吸收能力 三 按摩方法 定位足三理首先找到位于膝盖下方 距离腿外侧四肢宽的点 按摩技巧 用拇指或食指施加适度压力 缓慢圆周方式按摩 每次持续二到三分钟 最佳时机早晨起床和晚上睡前进行 有助于调理身体增强胃部功能 四 日常养胃小贴士 饮食规律尽量保持每日三餐定时定量 避免过度饥饿或过饱 食物选择增加易消化食物的摄入 减少辛辣油腻食物 适量运动餐后适当散步促进胃肠道蠕动 但避免剧烈运动 情绪管理保持良好的心态 减少压力和焦虑 避免情绪波动对位的影响